大家好 今天分享一下这个荣耀的Magic鹿开箱分享一下 最近买了这一只 比较可惜就是香港没有看货的 我今天就买了这只绿色 主要怎么买它呢 就是它的机身重量 比较轻一点 适中 大电池 用多两三年都没问题 另外一个屏幕呢 就比较护眼和舒服一点 它其实是一个曲芒来的 不过它看上去是一个直芒 讯号也有独立的芯片 OK一点 另外它的相机也OK一点 其实如果你说性价比最高呢 我反而觉得这一只90GT 在京东买了 那个物楼都很快的 一隔天就已经送到香港 如果你对相机有要求呢 其实你就应该买铺板 不过很可惜铺板是一个曲芒来的 我今天开箱的就是绿色的 16GB 512GB的屏幕版本 其实就没什么特别 不过原来太久没有拍摄呢 手都不断抖 只有一只手开箱 其实始终就差点 看起来包装一打开就有主机 这个手机 它这只绿色就不是那么绿的 反而有点青色的感觉 有点针和一个简单的透明直交图 也跟着这个充电器 还有一个线线USB 这个就是开箱的 就是这样的 但我也想不到它其实真的物流很快 假日已经拿到 挺大的惊喜 这个就是主机 拿上手呢 它是这个叫做素皮 就是人造皮 其实就 软一点的 比正常的膠 应该都是合成 但是很多时候 如果你买了套 戴了套之后 反而你真是很少会拿这个 这个 静手机的手感 可能是最新买回来的那一刻 因为始终你会跌 那你买个手机套 就安心很多了 拿上手都手感OK的 也不会说很重 也不会说很重 看到它的相机组 就比较突出一点点 是的 它的素皮 就是人造皮 其实製造一点点多手感 看到一些纹 多一些纹理 和粒笔 你看到其实也有一点点淡蓝色 不是说真的很绿色 晚上的灯光 显色度也差一点 但是 它的边反而是金色 其实戴了一套 什么颜色都没所谓 其实就算它不开这个护眼模式 其实都比旁边K40的护眼模式舒服 我本身就不是一个敏感人士 但是我家人 他跟我说 他说 就算不用开护眼模式也很舒服 是的 旧那只看上去有点差点 它除了说 螢幕OK之外 它还有一个叫阅读模式 所以你喜欢看小说就对了 其实它应该是 将螢幕变成黑白 在这个情况下 你看任何东西都是黑白色的 变成了 你如果看东西就可能舒服一点 本身螢幕也不是说 频闪得那么厉害 对了 对了 就是这样的分数 性能模式 其实都是多多十几百分比 我觉得如果你不是打机 我相信买了这部机 应该都不是打机的 你可以开闪点模式也可以 接着当然是试试 Antutu的螢幕测试 试试不同颜色 有没有光点死点 对了 试试 另外这个程式有个好处 就是帮你测试一下螢幕的接触点 有没有坏 有没有坏 其实我不打算跑分 不过后来 跑一下都可以 看看 有个好处 跑分就算你不是追求分数 但其实在跑的过程中 你也会看一部机 其实会比较热一点 会不会很热 或者是死机 这部机的螢幕 其实就 真的舒服一点 特别是敏感人士 就适合一点 像我这些 好像不太敏感 我又不会特别去感觉到 当然我现在使用的 其实都是LCD 螢幕 最后我也做过螢幕的触点测试 周围的环境 画一圈 看看有没有断 也可以用这个硬件 2846 自己用官方的试 我大部分的软件 都可以移除 移除完之后 大概系统程式 佔用40GB左右 就算你安装Google Play 也很简单 你就在那个商店 其实应该它一早安装了 所以你只需要把它更新 就是更新 那就可以了 大家留意 它第一天 其实我觉得 这部机器好像慢一点 网络也是 应该背后可能做很多优化 我宁愿它更新的时候 我宁愿它更新的时候 顺便做优化 就不用做那么多东西 安装完Google Play 这部机器呢 它放一会儿 就有登入画面 接着你可以自己登入系统 安装自己需要的软件 它的充电是66V Supercharge 即是华为兼容的 假如你家里有华为充电器 就很适合 不过我嫌这部充电器 其实就扎了一点 假如是PD 或者是小米那些 是不兼容的 我最多都是10W 这就是送的6D Type-C 线 比较粗一点 这个我用了小米的充电器 都是66或67W 但是都会维持在6.5W 大家看到其实都是慢充电器 我插回荣耀的充电器 如果有18W以上 其实就比较理想的 但是虽然是66W 其实都不是一下子 就去到66W 它是慢慢由12 18 24 30多 这样上升 而且它如果开着屏幕的话 那个充电速度明显是慢的 12W左右 如果用它的原装线和火鱼 就会有超级快充 接着是66W 你说66W快还是慢 其实在今时今日 旗舰机来说是不算快的 但是如果正常的用 其实我觉得30多W以上都可以的 太快的话 有些人会担心 反而是 我的电池会不会早点 寿命快点完结呢 我也认识到有些人 喜欢用慢充电器 正因为它大电 其实这部机器 大约用1.5天 就是3天 至少2充电 开机 进去 已经有更新的版本 你看到有13.5G 也是一个比较大的更新 下转了 下转了 一整个多钟 首先电量显示 建议你去电量显示 8分比 否则电池图线 比较抽象 然后再去更多电池选项 将智能充电模式 关掉它 因为它限制到八成 下面智能的容量 可以开放 还有休眠时 可以用连线 都可以开放 它比较特别 就是我第一次用 它原来的小工具 它是叫卡片 你自己在这里 找出来就可以了 不需要安装另外的软件 去做这个 Screen Off 对了 就是拭望 这部相机的 相机都可以的 几年买回机 或者旗舰 都感觉到很大的进步 这些全部都是晚上拍的 出来的效果 我个人都比较惊讶 对了 就是用公园微弱的灯光 主摄的效果 可以 2X的效果 反而是一般 特别在夜晚 Yangle的效果 都可以 对了 对了 当然 拍摄一下 水果 然后拍摄一下 招 这个就是 Yangle 对了 这个就是 1X主镜 主镜的裁切 2X 这个2.5就是长焦镜 你看到的颜色都很鲜艳 就拍摄一下这个超线 其实颜色都很OK 不过是焦了一点 直至到后来 我才发觉 原来有三个模式 一个是自然模式 就是普通模式 另外一个是鲜艳模式 它预设的影像是鲜艳模式 接着还有一个质感模式 质感模式 有些黑角 特别适合拍一些 有些气氛 另外就是人像 我也建议 开回人像 它有个美颜 正常我们不想那么夸张 1X2的美颜 已经OK 不要开到MAT 5X6 其实也很不自然 你开一二度 其实它已经可以 把你面上的小斑点 做简单的磨皮 其实也挺理想的 主镜我对焦都很快 我几乎是盲摄 一拿起就拍摄 人来人往 其实也很适合 偷拍摄 或者这个简单的 偷拍摄 偷拍摄 其实就OK 不用对焦性 一拿起就拍摄 偷拍摄 偷拍摄 或者一些低调的 就一流 后来我发现 原来有个质感模式 你会看到 颜色 可能会暗一点 有些黑角 晚上我真的看到很大的进步 就算我单颜 其实也未必做到这个效果 大家看到我找了一只巴士 来做自然模式 不同的模式 比较 其实巴士本身是红色 有些不太好 所以比较不到太大的分别 去到街市 当然试一下这个广角 一倍的主镜 广角镜 在室内广角镜 用途就大一点 广角镜大概是14cm 14mm 你会看到晚上的照片 其实相当有质感 它会自动将光 不会调回正常 光好像日头 反而它保留相当的暗位 看起来真的是夜晚 我对它夜晚的表现 我其实都比较8-9分以上 相当OK 说完拍照 说回拍片 其实拍片 如果你说定定 我这些影片都没有做任何的优化 或者颜色去调整 主要呢 用它原本的防震 你看到也很定 很过分 这张我拍摄的时候 觉得太光了 特意刻意压回低一点的光 拍片反而它倒流的暗位 晚上的暗位 其实会差一点的 是的 有些地方都是偏白 偏光一点的 就这样拍摄 其实都很OK 不过可能是鲜艳模式 那它的红色就真的很鲜艳 看到白象最近也登陆了香港的超市 大家留意它拍片 如果主镜正常就有27mm度 但是拍片其实是三十几四十 差不多是2X 差不多是2X 那它的焦距就 没那么弱的 但是那个影像啊 对焦啊 以至是色彩呢 我其实都很满意 还有比较有惊喜 少少 我只不过是简单拿着手持 没有用些什么防震啊 肩膀那些一类 这个就是夜晚的街灯 在天桥就拍下来的 你会看到呢 如果有些暗些位置 其实它的质感也是偏光些 这个其实已经很大进步 但是呢 你要自己调回暗些 才会有一些夜晚的感觉 那你见到移动下去的时候呢 其实那个影像呢 那个质量呢 那个质量呢 比较夜晚呢 其实是下降了的 就是它的长焦呢 其实那个CMOS呢 就偏小一点点 那变了那个低光 情况呢 就会影响大一点 那日头都会的 但是如果日光呢 那那个差异呢 就可能没那么大 就是在拍摄这个过马路呢 就是在拍摄这个过马路里 我好像很明显的感觉 它就偏光点 如果暗一点点 那有些现场感觉 夜晚很暗的環境拍这个花 那个镜子真是死得 主镜和放大两倍都可以 去回2.5X 反而都是一半 这个公园我也压低了光 如果你喜欢拍照 我建议你尝试安装Google Cam 因为原装相片比较明显的锐利化 放大在电脑看会有点不自然 当然色彩很鲜艳 或者很出色 或者照片的调理很清楚 你可以数码试一下 其实为什么我会介绍这个Google Cam 因为它的色彩处理 可能会比较美 或者有另外一个新鲜感 好像它的肤色会自然一点 就不会很过分的锐利化 今天分享到这里 拜拜